大家好,我是阿里云的架构师浪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题是阿里云混合云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是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来讲一下混合云行业整体的发展趋势 其次是一起来看一下在哪些场景我们可以使用的混合云 以及用的混合云可能遇到的哪些问题 接着是把关于混合云的整体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逐一去过一遍 最后是再看几个案例 根据这些案例我们再看一下混合云到底是怎样搭建的 以及是满足了客户的哪些需求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混合云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根据RedScale的一个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从15年到18年的话 混合云的整体的份额其实一直是往上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有两个图 一个是公共云混合云和专有云 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占比呢 它其实是一直是往我们的左手边去移的 也就是说是单纯的私有云呢 其实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会转向公共云和混合云 具体的数据我们再看一下 首先与去年相比呢 公共云的采用率呢是提升了3% 那么专有云的这个使用率呢 也是提升了3% 但是混合云的使用率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比于去年呢是提升了4% 那么在这个设访的这个名单中呢 其实有将近1000位 那么有将近超过一半呢是来自大企业 然后大概是一半是来自小企业 虽然这个报告可能是来自国外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国外的IT呢 它的理念可能比国内要领先一些 但是我们对照国内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的意义的 那么在就是大型的一个企业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客户呢 其实它的一些应用呢 也是放在了公共云上 然后呢同时有一部分呢 它的那个应用呢 是放在了这个专有云上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 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讲 混合云是它一个能够触达云计算 然后同时能够保持它线下 某些优势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再看一下 阿里云内部关于混合云的一个使用情况 当然这个数据呢 是比较比较比较老啊 是16年中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在阿里云的一个企业客户里头呢 将近有30%以上的客户 是采用了混合云的架构 而且比例呢是逐渐在上升 我们看一下 根据那个行业来分的话 可以发现互联网 传媒金融和政务呢 它的占比会比较高一点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原因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很简单 因为互联网呢 它是要对QC进行服务的 也就是它要通过公网 对全国的客户来进行服务 就是说它一定有一些业务呢 是放在公共云上 然后第二呢是娱乐传媒啊 比如说视频呀 那个电视台呀 那么他们很显然 它也是面向QC的客户 那么金融的话呢 因为它有一些 比如说是基金股票呀 或者说说理财呀 这些也要是针对它的一个客户 那么政务呢 是因为要服务广大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凡是用到混合云的话呢 它首先一定是有对 通往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些 一些这种要求 所以说这个呢 是客户选择使用混合云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动机 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需求是推动它上混合云 我这里只是列出了 一个互联互联网的一个需求 那么再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在使用混合云 我们是哪些场景是比较适合的 以及是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呢 就是说混合云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呢 是它能够作为你线下RDC RT资源的一个有效扩充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是 遇到了一些业务的高峰期 然后你本地的资源不够使用 那么你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混合云的方式 在你云上迅速的去弹出你想要的资源 然后呢 总的高峰期一过 你可以把这资源就可以去下线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的整体的使用成本会比较少 然后也不需要呢 为了那一两天的时间 去花大量的钱购买本地的设备 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成本非常优化的一个 海底投资方式 那么在使用公共云的这个资源的时候 其实也是相当相当灵活的 第二个这个需求呢 就是说假如我们的一些业务向服务全中国乃至全球 那么你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是要求能够让所有全球的人呢 能够访问你的这些应用呢 是体验要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你自己去在每个地方单独的去部署 机房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时间成本也很不缓 所以说你可以借助公共云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各个的节点 帮你能够快速的去部署你的服务 快速的出达你的客户 增加你的这个客户的一个覆盖率 然后实现一个便捷的一个跨全国和跨全球的一个业务发展 而且通常来讲的话呢 就说这些线路呢 也是通过国家认证的 是没有一些这种跨境的一些合规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自己的传统的机房 也有自己的一些应用安装在本地 但是呢你想做一些更新 比如说你想做大数据 想做人工智能 那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能在前三到四年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概念性的一个问题 但是随着技术的逐渐的成熟 包括对应的这些生态的一个丰富 我们会发现很多客户其实他已经实实在在的使用了一些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帮助他的业务转型和升级 那么如果你要在本地自己创建一套大数据的这些平台 来讲的话呢首先他的创建周期时间比较长 其次你要安装很多很多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软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维护成本也会非常高 比如说你要用公共云的话很简单 表一根专线连到公共云上 然后你再把本地的一些存储的数据 通过专用的工具抽取到云上 然后使用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工具来进行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再处回你到本地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可以非常方便的 这种大数据的能力来计算自己数据的一个价值 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呢就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混合云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使用场景 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需求 一条一条的去过一遍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会适合用混合云 首先呢第一点呢也是最常见的 就是我的业务呢是有风骨交替的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美国11对吧 是有这个大促的 那么这时候你的网站的访问量是激增 那么你线下的机房的服务器根本就撑不过 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用很会员的方式 在这双11的这两三天之内复买一些服务器 来帮你做一些负载的一些分摊 当然还有些企业可能你没有想到 其实他也是有一些拨风拨股的 比如说普通的生产公司 我们想普通的生产公司 像那种制造业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错 怎么可能会有高峰呢 那么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客户呢 他其实是在每年的快要出财报的时候呢 他要去拉很多的一些报表 然后去搞一些报表 但是呢他的报表的数据和他的生产的数据 其实是在一台存储和一个小机上的 那这样的话呢 他为了这个拉的报表不影响他的生产业务 可能要来来回回大概要折腾个三四个星期 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就会非常的麻烦了 那么如果说是借助统合云的方式 他把数据抽取到云上 然后再用云上的AnaletDB的一些分析型的数据库进行分析 那么他也可以能够快速的解决他这个报表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咱是有对外提供公网服务的 有互联网的业务在云上的 比如说你有网站 然后比如说你要对外要提供一些 比如说视频服务 比如说你有很多的客户使用这个APP 跟你来进行交互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为了让你全国各地 不论是西北华北还是西南 全国所有的客户能够方便的访问你的资源的话 你可以利用公共云来提升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利用公共云的CDN 可以借助全国的节点 然后就进了访问 然后公共云又是真的一个BGP网络 所以无论是用联通的手机 用电信的手机 还是用移动的手机 去访问你的这些APP和网站都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需求 第三个呢 比如说你有一些影片呀 然后是文件呀 或者说一些备份的数据 放在本地 就会发现本地存储不够用 而且成本又很很高 那么你可以采用混合云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时候你就把混 公共云就想象成一个超大型的一个U盘 然后你可以把一些资料和图片可以直接上传到云上来去做 那么很多的医院就比如说做那个医疗影像的 那么它可能有些数据要存放15年甚至30年 那这些数据呢 其实一旦拍完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没用了 但是呢 因为法规的要求 它必须存在那里 那么长年累月来讲的话 那个量非常的大 它就可以借助于混合云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呢 存放到云上的OSS存储里头 然后再进行一个归档 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从成本 还是从那个方便的程度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家公司有很多的分支机构 假如说有它在全国有很多的办事处 然后这些办事处呢 都需要去访问一个共同的公司的内网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借助于混合云加 你可以借助混合云内的这个VPN的方式 让每个这个员工呢 在电脑上装一个SLL VPN的一个拨户端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远程播入的方式 直接进入公司统一的内网 然后呢 它的访问呢 就会能够实现安全 而且访问的速度也能够得到保障 就是第四种 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那种线下的一些 它的这种比如说那种分销店 就比如说像很多的水果店呀 很多的一些零售店品牌店 它其实也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这个内网的一个后通 第五个呢 就是比如说想做一些创新型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想实现一个想自己搭建一个物联网 我想弄一个物联网的平台 但是你的设备是在全国各地都有 那么你就可以借助阿里云的公共云的物联网的网关 它的呢就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些数据呢 非常高效 而且是这个非常低延时不丢数据的这个传输 这样的话呢 你在全国各地的这些物联网的设备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借助公共云 把它的数据来进行上传和下达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前面提到的 如果说进行一些大数据的创新 那么我线下也不需要自己专门买大数据的引擎了 我直接是公共云 我直接开通一个资源 商量付费 然后自己去玩一下 如果说是说好的话呢 我就继续使用 如果说你发现效果不好的话 那我就停掉呗 这样的话 我的整体的投入和产出比是可预期的 那接着呢 就是比如说 你已经用了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公共云平台了 但是呢 你出于 比如说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是想来进行一个多云平台 那么这样的话呢 阿里云就可以帮助你 跟其他第三方的公共云平台实现一个混合云 可以进行一些能力的一些互补 最后呢 就是一些应用了一些备份和融栽了 比如说云上和云下来进行备份 我云下是用了RDC 那如果说有些业务出现中断的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把业务切到公共云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中号来看的话呢 这里列出了所有可能用到混合云的一些场景 大家可以逐一的去对照来看一下分析自己的需求 那么在搭建混合云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了 哎 混合云听起来这么好 那么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尤其是对混合云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人呢 可能会遇到可能会最直观的会问 有问题啊 一个是网络揭露 就是说 我的本地的RDC跟你公共云进行连通 我的网络的质量如何保障 我的网络的安全如何保障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说 我如果 因为我以前是在云下RDC的 我自己是买一些防护墙啊 我自己买一些这种防护的售品的网达 我感觉我的安全防护能力还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跟你公共云进行打通 那我的防护能力会怎么办呢 我的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呢 三个是一些合规的审查 比如说 我是要求国家必须要过等保三级的 甚至有些可能我要过等保四级的 那 我以前RDC自己做这个等保合规是没有问题的 用你的公共云之后可以吗 能够实现吗 这我提前回答一下 这个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 便利 比如说我现在使用混合员时候 我的认为会不会方便 然后会不会给我的这个技术人员 他的技术要求能力会要求会更高 是吧 然后他的这个运维的这个 这个复杂程度会不会提升 所以这里来讲一下 你如果说是用了公共云的一个运维的方式 首先对于运维人员的技术的要求能够 其实是往下 其次他运维起来的话会比你本地机房会更加方便 所以也会出现有很多客户 一开始使用混合员 结果发现我使用公共云 各种管理啊什么的都非常方便 那我后续慢慢慢慢的 我就本地RDC我就气质不用了 这有很多 接着是一些性能的问题 就是我运练和运练之间的数据的交换 我的性能如何 运练得保障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 业务的诉求 比如说对网络带宽呀 对他的那个延时 我们来进行一个评估 推荐他使用一个 比较合理的网络连通的方式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是我怎么来进行一些 管理混合员的资源 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一些 多云的管理平台工具 来自合作伙伴的 可以帮助你比较方便的去管理云上 云上的一些资源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进行 就是采用混合员的时候 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里我都全都列了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阿里云的一个混合云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张图呢 其实是把阿里云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全都展示出来了 我们首先从左往右看 第一个是混合云的环境 混合云的环境就是说有哪种组成方式 第一种呢是公共云加专有云 我的公共云是用的 比如说用的是阿里云 对吧 然后呢 我的本地是自己的私有云 比如说是用阿里的飞天 或者说是用其他的一些OpenStack 甚至有一些VMR 这些都是属于公共云加专有云 这样呢是可以搭建一个混合云的方式的 第二种呢是公共云加自建的RDC 比如说底下是物理机 我只是做了一些虚拟化 那么这个也是OK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公共云加托管的RDC 我是托管在联通电信或移动的机房里头 当然还有第四种 我这里没有列出来 其实是公共云加第三方的云 也就是有两家不同的公共云提供商 他们之间也可以做混合云 那么混合云的互通方式呢 有哪些呢 我这里列出两大类 第一个呢是基于网络 第二个是基于工具 那么基于网络的话呢 就是有三种了啊 第一种呢是物理专线 也就是说是直接给你就近拉一个物理的专线 你去独享的 第二种呢是VPN 就是我们 它是其实架设在公网上的 你直接是安装一个软件 然后是可以在公网上搭建一个VPN 第三种呢是我们前段时间新推出的一个智能接入网关 我会去介绍 那基于工具的话呢就可能比较多了 比如说一些第三方的管理平台啊 或者说一些数据互通工具啊 这里不多讲少 不多讲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就是基于产品的一些混合云的方案 其实阿里云上呢有很多产品它本身就是可以支持混合云的 把这个呢 就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呢 其实也就算是一个混合云的小的解决方案了 那么可以看一下有哪些 第一个是混合云安全啊 我可以利用安全的一些产品 然后帮你去组建一个混合云安全的解决方案 借助于阿里公共云上强大的安全防护能力啊 然后呢帮你去过滤所有的恶意的这些攻击和流量 然后再涂到你本地呢 就是一些干净的流量 就是一个安全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你的网站 想要对外提供服务啊 比如说防黄牛啊 防那个恶意刷票啊 比如说防恶意注册啊 那这些都是一个混合云安全解决方案 还有一个是混合云网络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什么视频啊 然后你有一个网站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很方便的 很快速的访问你的网站 那你可以进入公共云 提升你网络的一个质量 第三个呢是混合云容器的解决方案 就是基于容器这款产品的 首先呢前提是你必须购买阿里云出的容器 就是阿里云的容器呢是有一款产品呢是可以支持私有化部署的 那么通过这款产品呢 那么通过这款产品呢就可以跟阿里的公共云的容器来进行互通 那么整体的管理使用控制台全都是同一个界面 这次呢是混合云存储啊 就比如说呈储处里头比如说容灾啦 同步啦呃缓存啦容量扩展啦啊这些都可以来去做 然后呢是混合云的Zstack解决方案 Zstack是阿里推出的一个轻量级的这个专有云 那么你如果说本地部署了Zstack 那么在Zstack里头呢其实已经是内嵌了一个管理的控制台 它可以无缝的对接阿里的公共云上的账号 然后两边的资源的使用 计费啊 还有是那个网络的互通啊 安全的管控啊都是完全是相互兼容的 那么上面就是一些混合云的容灾啊 数据库的管理 也还有包括混合的高性能计算的解决方案啊 啊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呢 啊它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超算啊 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个学校啊 想做一些比如说物理的碰撞呀 然后一些比如说分子啊 流体力学的一些分析 那么以前它可能是一次买个上百万的机器放在本地 那么现在你就不用了 比如说我现在本地也有一些机器 那么我发现资源不够了怎么办 我直接是开通混合云的HPC HPC啊 直接是可以把任务发布到公共云上 然后去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资源就可以释放掉了 那么那个云上使用HPC呢 都是按照小时来计费的啊 这样的话其实成本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可以一次买上上千台 然后算上两个小时 然后再停掉啊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那么基因此呢 可能会产生一些混合云的典型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第一个是云上云下的多地互通 然后第二个呢 是云上的一个业务的弹性伸缩 接着是一些安全栽背 然后是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库的托管 所以说这准备图呢 其实把阿里云上的混合云的所有相关的方案 和使用的一些技术和场景全都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可以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来分别去介绍一下 不同的这个前面讲到的不同的这些模块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互通 我前面讲过了互通的就有高速通道 那么什么是高速通道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理的专线 是拉的运营商的物理专线 然后呢 你只要告诉我你的门牌号码地址 然后呢 我就可以让你拉一个这个裸光纤 然后是拉到你的本地的机航 然后接入到你就近的运营商的泡布点 那的话呢 就可以组成一个物理专线的高速互通了 那么这个线呢 它从应该是从百兆千兆 10GB20GB乃至100多GB 你都可以进行选择 那这个线路呢 是你独享的 所以说安全性的问题 你不需要考虑 那么它的网络质量呢 也是最高最高的 因为它的最高的带宽是可以做到很高很高的 对这个呢 一般是针对于那种云上云下有大量的这个数据的交换 而且对延迟是非常敏感的一些客户来去使用 第二种呢 是VPN来说就比较灵活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你直接是 你直接是从网上就可以了 你买一个小的软 小的一个许可 然后就可以去部署了 那么它的好处呢 是非常的灵活 从最低的5兆 可以启配 所以说成本是比较滑上的 那么最高呢 是100兆币 然后呢 它是有两种模式 可以来使用 第一种呢 是IPSEC 就是比如说是跟本地的机房来进行互通 它直接是 跳转到你本地的一个防火墙上 然后你对应的本地机房里头 所有的这些服务器和存储都可以访问云上的资源了 第二种是针对于客户端的 比如说是员工笔记本电脑 或者说手机iPad进行接入 那么它是用SLVPN来做的 那么VPN的好处呢 是比较灵活 比较省钱 而且比较方便 但是它的缺点呢 是它的最大网络带宽只有100兆币 而且它的网络质量受限于公网 就是说你的公网如果说不好的话呢 我的VPN的这个质量也不会特别的高 第三种呢 是智能的一个网关 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呢 就是说只要分到你本地 然后呢 你在本地只要把网线预差 然后再通过控制台进行一个配置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它最大的好处有两点啊 第一点是能够大大的节省你网络配置的复杂程度 前面我讲的VPN和高速通道 其实它配置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那么我自己也去研究过 也去配置过 那如果说是 我想象一个对网络不是特别熟的同学去配的话 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智能接入网关 它相对来说就把整个配置过程大量的一个简化了 第二个呢 就是智能接入网关它一个好处是 通过智能接入网关呢 我向上是可以借助阿里在国内的一些线路通道的 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是走公网 也就是说在那个智能接入网关 网上呢 去接入到那个我们的阿里云上呢 它那个通道有相当长的一部分 它其实是用的是阿里云自己的那个线路的资源 所以说它的质量会相对于 微频要好很多啊 当然相对于那个高速通道可能要要要要要要差点 因为你毕竟有一段还是公网接入嘛 那么 然后呢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这个盒子呢 它还可以支持SIM卡 就比如说你本地就没有公网 这个没有网线 你说我怎么连通怎么办 没关系 你在这个盒子里头插一个流量卡 那么这个流量卡也可以帮你来实现一个互通 这就是智能接入网关 下面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 混合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混合云存储的解决方案 是小成本网关 小成本网关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的网关 那么怎么怎么做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本地有数据中心 然后你的容量呢 假如说本地的磁盘不够用了 那你呢就说直接是下载一个小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就是我们的存储网关软件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安装在你本地的现有旧的服务器上 无论是物理机还是虚拟机都可以 然后呢它就可以把OSS直接可以映射到你的本地 当成一个NAS的存储来去使用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存储网关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本地空间的扩展 然后你有些数据呢 想要进行备份的话 就直接丢到这个网关里头 网关自动的会把这些数据会上传到云上 然后本地的一些空间呢 还可以做一些catch 一些热点数据呢 想要就近访问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穿本地取材了 这就是一个小成本的一个混合云存储的语发 二种呢是专业存储 也就是把刚才讲的那个软件定义的那个小的网关呢 我把它变成一台专业的物理存储设备 那么这台阵列如果说你乍一看 其实你会发现跟这个我们以前的传统的存储没什么区别 也是双控的 也是可以支持万兆 也可以支持FC 也可以支持千兆 然后刺盘呢 也可以刺盘柜 也可以扩展一大堆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是 它可以帮你进行无缝的衔接公共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存储的协议支持的很多 有NAS 然后可以支持那个OpenStack里的这个层处的Syn的模块 你可以是对接Syn的这个加件就可以 就是OpenStack就可以来识别它了 当然还可以支持OMR的一个VSA的技术 还可以支持ASCASI 还可以支持FTB 那么在对接那个公共云呢 可以对接我们的OSS 也可以对接我们的NAS 那么整个它的一个互相通讯的一个链路呢 是默认是可以进行传密的 而且它可以实现压缩和去虫 这样的话让你的网络再传会压力会更小 然后它可以工作成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缓存 也就是说我本地呢 只配个少量的容量 假如说啊 我有100TB的存储容量 那我可能本地只有10TB 那么这10TB呢 我只存放你究竟访问的数据 剩下90TB 我全部放到公共云上 假如说你本地的一些应用 想用访问10TB OK 我很快就可以给你了 假如说我想访问呢 剩下10TB 你也不用管 你还是从这个混合云阵列去访问 那么混合云阵列是自动的帮你 你把这些数据从云上摟下来 然后让你再去访问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效率就会高很多 第二种呢是同步 也就是说是我本地存一份 然后我直接原分不动的copy一份到云上 这两边的数据呢都是完全是对等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混合云专业存储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呢就是混合云的数据迁移 就比如说我本地假如有 我们一般讲 我说我本地有100TB的这些数据 但我自己随便一个网络 我直接一拉通慢慢传就可以了 但假如说我本地有上百TB 上TB 那怎么办 这个数据传起来就会非常非常慢了 就算你用万兆网络 其实也要传个十几天 那么我们就有一种产品叫闪电内方 它其实可以做到数据的迁移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直接是阿里云给你寄送一堆的大硬盘给你 然后你直接是放到本地去把你的数据抽出来 然后存到这个磁盘里头 然后我直接是拿快递直接拉到阿里云的数据中心 这样的话它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这里看一下 一PB的数据去迁移 只要七天就可以去导入了 相对于你自己拉键专线 相对于你自己去买硬盘去邮寄 成本是下降一半以上 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批量上云的 一个混合云的存储解决方案 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栽培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里栽培的解决方案其实是用到了我们的DTS 那么其实它做的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栽培 那么DTS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数据库 数据迁移数据订阅然后数据同步的一个产品 假如说你在本地呢就部署了一些Masecure啊 Redis啊Mongo啊什么这些类似的一些 这些数据库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DTS将你这些数据实时的同步到云上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栽培 比如说我云下是作为主的啊主的生产空间 生产的这些生产的资源 那如果说云下比如说发水了火灾了出现故障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业务切到云上啊 因为我的最核心的这些数据库的这些数据 我都是把它被栽培到云上的啊 那你也可以是云上作为生产库 然后你云下也作为一个栽培啊 这也没有问题 都可以去实现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DTS呢 目前是在可以支持很多的一些同步啊 也可以支持全量和增量 当然前段时间蛮早之前又公布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双向同步 也就是两边可以相互进行同步 这些功能呢是指仅限于Maseco 所以说大家去设计方案 在使用产品的时候 请务必要去查一下DTS的产品 使用说明手机那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列表 针对不同的数据库 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接着呢是一些混合云的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怎么办呢就比如说我本地有些数据 然后我直接是上传到云上来利用云上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Max Computer啊比如说Pi啊比如说是一些Analyte DB啊 进行一些数据的分析啊 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用户呢 就说也是对外已经也发布的一个一个客户呢 其实是那个我们浙江省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 2月份当初有个高速公路上了新闻联播说啊 我高速公路可以实现小时级别的一个这个预估啊 它的那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是怎么实现呢 就说它是相当于是把那个高速公路相关的所有的一些数据呢 通过本地的一台这个数据上传的这个服务器 把数据呢上传到那个云上然后进行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然后把分析的结果啊就是预测 它预测啊未来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用度的程度 然后把结果结果吐回来啊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一个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些一些车主 啊他其实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混合云大数据的一个解决方案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做的一些啊 比如说像那个企业的比如说工业大脑啊 比如说啊那个工业大脑的话 其实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的 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很简单 第一个我不需要在本地来进行建设了 我直接在云上就可以直接是使用进行验证了啊 它的投入产出比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我用多少我付多少钱 比如说我在云上我可能只用了三天到五天 哎那我就是付了三天五天的钱 后续我不想用了 我就把这个资源退掉就行了 那可能这样的话也就花了就是几千块钱啊 所以说 用来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快速的去用小成本的方式去创新 下面就是混合云的容器解决方案啊 我前面也讲到了就是首先你要用啊 本地的这个你自己的ADC你要部署一套阿里云版的容器 容器专有云 然后呢通过它跟阿里公共云上的容器来进行联通 然后就可以实现一个啊 这个资源的一个一个容器的一个统一的管理了啊 那现在就是一个混合云容灾的解决方案 那么容灾来讲的话呢 它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因为容灾的话呢 它要涉及到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要涉及到有设计库 第二个要涉及到应用 第三个要涉及到那个网络就是访问的一个切换 那么我们这里显示的话呢 是使用的是一个容灾的网关啊 灾备的网关 其实阿里呢是有一款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容灾的网关 你可以直接是买 就是直接是部署到你的云下的RDC机房里头 你通过它呢 就可以把你本地的一些环境呢 是可以同步到云上 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如果说是本地机房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我之前是通过容灾网关 把你的一些数据和应用呢 全都是全都容灾到了云上 所以说你在云上呢 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 就可以实现这个云上的一个栽培中心 还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云下云上云下生活 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说两个中心可以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是两个不管是云上还是云下 平时都是对外提供服务的 这下问题的时候呢 是进行切换 但是同时两边就是在平常的时候 其实两边都是对外提供服务的 我们更多的一些栽培其实是主备的方式 也就是说是只有一个主中心是工作的 另一个副中心是不工作的 那么要做生活的话呢 其实它的技术要求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就比如说首先你的数据 数据库要进行一个同步 那么数据库同步怎么做呢 我前面介绍到了 你可以用DTS DTS来进行一个实时的数据的同步 第二个是应用服务器怎么去做呢 应用服务器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呢 最好是存放一些无状态的数据 然后呢你在云上和云下呢 都分别的去部署一套 如果说有一些有状态的数据 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有很多的应用服务器 有机参放的工具 你可以做到一个数据的同步 比如说基于那个Linux里头自带的 这个应该是Sync的一个工具 可以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同步 然后最前面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DTS DTS呢 它是有一个智能解析的功能 然后你在云上和RDC 各有一个主的服务的IP地址 那么它在平时的时候呢 它就是根据策略 比如说一半的用户 我是把它转到我的本地机房 还转到本地机房的IP地址 有一半的客户 我把它解析到云上的一个IP地址 然后这样的话 我云上云下各承担一半的业务流量 假如说某个地方出现故障了 比如说底下发达水了 那OK我的DTS呢 就会把所有的流量全都切换到 这个云上的这个B.B.B.B的这个地址 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些云上云下的一个双活户背 那么大家在做双活户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应用支不支持这种方式 那可能有些应用 它是没有办法支持这种这种方式 那你还要对应用进行改造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要注意一下 而且双活来讲的话 对你的整个的网络的线路的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 一般还是要用高速通道 因为你的两边的数据来进行时刻的一个同步 你对延时的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接着呢 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一些基于产品的一些栽背 比如说我们有一款产品叫混合云备份 就是它是一台设备 你直接可以放到线下 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这个栽背 你把这个设备放到线下之后 只要云上云联通 剩下就不用管了 它自动会备份你的应用 你的虚拟机 还有你的一些文件系统 第二种产品就是一个栽背一体机 你在本地就是放一台设备 那这台设备呢 可以帮你把本地的一些应用啊 生产环境啊 包括一些文件啊 全都被分到实时的被分到云上 然后呢 在云上呢 是有一个栽背库和一个容栽恢复网关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比如说啊 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我本地出现问题了 那你可以选择把云上的数据直接是恢复到云下 这样的话 你云下就可以自动可以起来了 第二种是我云下彻底全挂掉了 那简单 你在云上是开启一个恢复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业务来进行恢复回来了 所以说这是两个基于产品的解决方案 还有的一个呢 就是说是混合云的数据库管理了 我们都知道 很多客户他使用公共云的RDS 他就是一个功能他特别喜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数据库是托管的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这些数据库的优化呀 备份呢 管理呀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操心了 他使用其实非常方便 那假如说有些客户说 我本地有好多的数据库 有Oracle的 有Mongo的 有Syc的 我一堆堆 我也想 就是有一个工具 能够很好的帮我进行统一的管理 这该怎么办 你可以选择我们的混合云数据库管理的这个工具 他可以帮你实现整体的一个管理功能 那么就是叫HDM 可以在云上呢 就是很方便的管理你云下的这些数据库 第二呢 就是说比如说 我那个有好多的数据库 我想统一的把它全都备份到云上 我前面介绍到的是用DTS 对吧 DTS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你剩下只有一到两个数据库 那你用DTS直接设置一下 也问题不大 假如说你线下有上十个上百个数据库 你要DTS全都配一遍 那还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我们有一款产品呢 是数据库的一个备份客户端 它可以在职业你线下去安装 然后呢 就可以联通完之后 就可以统一的帮你把这些线下所有的数据库 全都备份到云上了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产品 那么下面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混合云安全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阿里的这个云上的这个安全产品呢 是统一叫云顿 云顿里头包含了很多的产品 什么安骑士呀 就是主机安全安骑士 然后那个外部防火墙WAF DDoS高防 太视感知 还有基于一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 比如说内容安全 安全的这种防护工具 那有很多客户说 哎呀我本地用的是一些机房 我也想用借助阿里云的安全的这个力量 能够增强我的安全特性 那怎么办呢 这个也可以你借助混合云的方式 就比如说你把一些外部的业务全都部署在我的阿里云上 然后呢就可以借助云上的DDoS高防 外部防火墙 来你来帮助你去抵挡一些恶意的流量 然后再通过高速通道和你线下的数据库啊 和应用来进行互通就可以了 那么你本地对外的公网的访问你 其实是可以完全切断的 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互联网出口全都通过阿里云进行透出 通过阿里云的云顿产品帮你实现流量的这个查杀啊 抵御一些恶意的攻击 那么这就是一个混合云的一个安全解决法 说的宽一点 就是说任何有对外公屋 就是应该是怎么说呢 因为任何有有网站的 有网站的这些 这些应用 其实都可以用到混合云的安全解决方案 因为你如果说是网站的话 是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一个出口了 对如果说你有没有安全防护的话 其实很多黑客通过这个网站 就可以去做很多一些这种坏的事情啊 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在阿里云上 借助阿里云的安全来帮你去 就是增加这部分的安全性啊 防止黑客的一些攻击 那下面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混合云的整体的管理和监控 比如说我线下有 有有有Open4间的OpenStack 有UMR 或者说有其他一些第三方厂商给你建的私有云 然后你现在又用了这个公共云 你想进行一个统一的计费和管理 这个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的话呢 就如果说是你用的是第三方的私有云产品 像OneStack WearMare 那我们呢 其实是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专门开发这些啊这个多云管理平台帮你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假如说你用的这个专有云就是私有云用的是阿里的FITN或者说阿里的ZStack 那么这个你不用管啊这个我们的飞天和ZStack是自带的会自带那个多云管理平台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混合云的典型客户案例啊 我们这边快速的过一下 那么这总结一下前面可能用到了一些场景啊 比如说现象现下数据分析啊 多地互通 栽被 弹性伸缩 备份 多云管和管理啊 那么对应的一些成功案例呢 我这里就不再细讲了 那么什么原因看一下第一个 是 第一个呢是它是最典型的一个需求呢 是能够借助公共云的弹性的能力 在它高峰期的时候快速的租成资源 就是一家那个社交网络平台就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热点事件 就比如说明星八卦或者说出了一些什么社会的热点 然后比如说或者说是一些过年的时候发什么红包 其实这个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可能一年也就那几天啊 所以说它是采用了混合云的方式啊 在高峰期的时候一次购买上千代阿里云的服务器 帮它承载这些流量啊 然后等这个高峰期一过啊 它就把这些资源就退掉了啊 所以说啊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帮它能够节省大量的一个投资 嗯 这就是我们的混合云解决方案的第一个客户案例 在这里利用到两个 第一个是混合云的网络方案 就是我们公共云啊 可以很好服务它全国的客户 第二个呢 因为它所有内部的一些发达其实都是基于容器来去做的啊 那么它如果说是遇到一些这种高峰期 其实就是直接在它线下的一个容器的控制台里头去开资源 然后就可以实现了 第二个呢 是用它来实现一个地域的一个覆盖 这是一家做在线教育的一个企业 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很流行 比如说是外教和孩子是一对一视频教学 对吧 那么你这样的话其实对你的网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就假如说那个外教跟你这个进行这个对话的时候一卡一卡的 我相信没有家长会愿意付费的 对吧 而且教孩子效果也不好 那么它呢 其实就是通过阿里云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节点 然后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 它是可以就近访问的啊 那比如说是北京的 有个北方的这些客户来去 在APP上来进行一个外教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就直接是把它走入到这个北京的这个阿里云上啊 然后如果说是华东的话就用上海 然后南方的话就用深圳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因为借助于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公共云上的这个直播点播 然后包括CDN的一个全国节点的一个缓冲 然后包括多线BGP线路网络的一个优化 它整体来讲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用户呢 去访问他的资源的时候 他感觉会更加畅通了啊 更加方便了 而且资费呢 其实相对来说 比他自己去买买这些流量也要便宜一些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混合云的案例 帮助他实现跨地域的业务覆盖 第三个呢 就是大型医院的一个这个 存储的一个混合啊 基于存储的一个混合云 其实前面我讲过了 就是说他有大量的一些派次的影像数据是需要保存30年的 然后超过了3到5年 其实几乎没有人去调这个片子了 但是没办法 他必须要存着 怎么办呢 我直接是本地购买一台混合云阵列 这台阵列呢 我只存就近3到5年的数据 剩下可能有上百TB的这个好五六五六年前的数据 哎我直接是通过混合云阵列把它放到公共云的OSS上 OSS之后呢 就说OSS上还可以再做一步呢 是可以做这个基于life cycle 也就是生命周期 他可以进行一些归档 就比如说我设计生命周期 通过180天 OSS上没有访问的数据 我可以把它自动放到OSS低频 就是归档存储上 这样的话我的成本又进一步的降低了 假如说啊 我这边说是我放在杭州 我这些数据我不放心 那么很简单 你可以用OSS的大区域复制功能 把数据在上海再存一份 这样的话 无论是从这个成本的考量 还是从数据安全的考量 那么统合云都帮你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后期 如果说你想做一些云上互联网的应用 比如说是远程越偏 比如说这个跨区域会诊 那么可能我的那个 我的病人其实就不需要把那个打印的胶片 就是就是带来带去了 我直接给他发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 他去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胶片 就是一个电子胶片 就可以做一个云上PEX的一个应用了 第四个案例呢 其实是帮他来 第一呢 是实现了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云上资源的一个弹性 弹性扩展 第二呢 就是帮他实现了一个本地数据库的一个托管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线下是有些Auric的数据库 那我想要进行一些运维的话呢 其实我直接是通过云上来进行运维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的一些比如说比如说那个我云下和云上来进行这个数据的调用的话呢 其实我直接是一根专线 我的数据库我要用Auric的 我放在本地 那我的应用服务器和我的外部服务器 我全都放到云上 通过专线就可以来进行互通了 第五个案例呢是一个栽培的案例 这里我不得讲了 前面其实我已经深入讲过了 其实就是云下和云下呢 它其实是同时工作的 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把这个应用可以切过去 第二个六个呢 就是一些这个线下的数据 然后可以放到线上来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次一看一下 首先它本地的机房 其实有很多的数据 有很多一些企业车间的一些数据 有设备ABCD 有很多的数据 然后包括有MAS的数据 然后通过我们的大数据的一个存储的分析工具 像那个实时数据是通过Dict Hub 然后去引入 然后离线数据呢 是通过CDP数据集成来进行一个离线计算的一个分析 我们这里的离线计算分析呢 可以分析它历史的数据 然后寻找到一定的规律 然后再进行根据它实时的一个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对比 可以进行一些预测 就比如说可以预测这个企业的产能预测 良品率预测 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最终呢 是预测完结果之后呢 再是写入到RDS 然后在那网上呢 是可以呈现出一个生产监控报警 就比如说通过这个实时数据的一个采集 如果说发现哪些地方可能发现参数不太对 那有可能这个设备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可以直接是触发我一个生产的一个监控报警 第二个呢 就是说是我可以直接是看一个车间的一个大屏的看板 那么这个大屏可以展示几个数据 第一个是每台设备正在运行的情况 第二个是可能一个是就是一个 今天可能会它的一个产量是多少 我都有一个预测可以去做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一个BI报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一些大数据的处理 它是全都放在了公共云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利用红合运营来进行一个业务创新的一个需求 下面呢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呢 其实他本地有很多的应用 然后呢 他发现阿里云的安全防护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他把本地所有的对公网的访问全都切断 唯一的出口就是通过阿里云来去做 那么在阿里云上呢 是直接是买了一些ECS 然后做了一些流量的一个镜像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满足他一定合规的要求 这里呢 因为其实他这里呢 是要做到一些等保的一个要求 就是因为是政府嘛 就是说要等保合规的一些要求 那我们阿里云呢 就是说是公共 就是阿里的这个公共云呢 是能够实现三级等保的一个资质 金融云可以做到四级等保的一个资质 而且在阿里云上是有专门的这个等保的一些服务 如果说你要是购买那个服务的话呢 就是说相当于是我把你所有等保的一些事情 我全都帮你做了 全都帮你做掉了 这样的话你会 就是做那个等保测评的时候 速度会更快 最后呢就是一个总结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总结起来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混合云呢 的确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凡是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呢 它其实都有一些本地生产 再加上一个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呢就说是混合云呢 基于阿里云的混合云呢 有基于数据库的啊 基于存储的网络的容灾安全和管理监控 还有容器的一些这种方案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呢 混合云能够给企业带来哪些价值呢 第一个呢是可以比较低投入的 给客户提供一些创新的能力 用混合云来搭建大数据的一个平台 可以帮你实现工业大脑 可以帮你实现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和创新 第二呢就是说帮你来可以实现 就是资源的这个无上限的一个扩充 你在高峰期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资源 我都可以给你提供 你就可以按照小时来进行购买 然后高峰期过完之后就可以退 那么你的成本是有很大的一个保障的 第三个呢就是借助阿里云在云上 这个云顿就是双十一这个的安全防护能力 可以帮你提升企业内部的信息安全和业务安全 第四呢就是说 可以让你企业内部的一些创新资源的一些使用 会更加的灵活 有一些新的需求的时候 不需要再等采购招标 然后是上门安装 然后购买设备 这些都不需要了 你只需要再开通一个云账号 打通一个混合云 在云上买这些ECS 可以分钟级别的可以部署你的环境 最后一个呢就说是 基于公共云的一些云上云下的 荣灾备份和双活 可以提升你这个就是本地RT系统的一些安全性和可靠性 好的 那么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好 谢谢各位